嗨大家好我是韻語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的場景呢 我幫你打造了一個夢幻的辦公桌 搭配兩項要一起評測的產品 是華為的 MateBook 14s 和 MateView 那大家知道我過去的工作內容是記者 所以很常出國啊 出差啊 往外跑 必備的一項身材工具其實就是筆電 那現在成為YouTuber拍影片之後呢 我更離不開筆電 除了像是寫腳本啊 打稿啊 還要開始會剪輯每邊修照片等等 很多的影像工作 那目前我的頻道你看到的影片呢 幾乎都是我本人自己剪的 應該蠻看得出來的 就功力有待加強 不過我有在招募我頻道的員工 還不確定招不招得到 但是如果有興趣跟我一起工作啊 剪片啊 後製啊 一起想企劃 那歡迎將美麗一起到我下機上 好 講人了 不過呢 我就會從我的工作上來使用 跟一個生產力的角度呢 去評測這一台筆電 那也會帶大家看 華為最新的電腦螢幕 MateView 啊 我覺得 還沒有 MateView 14S 台灣的市售版本呢 只會有這個顏色是升空灰 是有點帶藍紫色的灰色調 那過去華為比較高階的筆電啊 才會用上的一些像是CNC的切割啊 全金屬的機身啊 這一次也把這上工藝呢 都放進了這台筆電裡面 所以在邊角啊 整個機身質感摸起來其實非常棒 那重量是1.43公斤 厚度是16.7mm 雖然跟一些主打比較輕量化的筆電呢 是沒有辦法去比較 不過給大家一個參考值 像MateBook Pro的13吋也是1.4公斤 所以這個重量啊 坦白說我覺得女生攜帶是OK的 大家覺得外觀講完了 其實還沒有 我覺得它顏值最高的地方 其實就是打開之後 你會被第一眼會被什麼吸引 對就是螢幕真窄邊框 我覺得有一點蠻厲害的 是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發現啊 它將視訊鏡頭重新移回到上方這邊 先前的MateBook 14呢 如果大家有印象 它的視訊鏡頭是隱藏在鍵盤之中的 你會有很好的隱私感 然後呢 螢幕的邊框上面呢 是沒有鏡頭 所以可以創造比較好的一個螢幕佔比 但壞處就是角度 誰喜歡這個鏡頭從游下往上拍啊 女生都喜歡高角度啊 沒有人喜歡游下往上拍 就是雙下巴根本就出來 Say Hi 這樣 所以呢 MateBook 14將鏡頭移回上方的時候 同樣保持窄邊框 沒有瀏海 我真的感動得到要哭了 抱歉我真的不是很喜歡那塊瀏海 那這款螢幕呢 其實還有很多的細節設計 首先它其實做到了90%的一個螢幕佔比 那大家可以仔細觀察一下 它的螢幕比例其實是3比2 所以它的可視範圍呢 會多將近兩成 那我自己像是我在看我的腳本的時候 我覺得會蠻有感的 也就是說你縱向來看 一次可以多看個幾行 那它的解析度是2K的螢幕支援 100%的SRGB的色域 有10.71色的色彩範圍之外 還有支援的是最高90Hz的螢幕更新率 如果喜歡用筆電看電影啊 玩遊戲的人我覺得會更有感 那我更喜歡的是它可以一個快捷鍵 FN加R去做90Hz或60Hz的畫面更新率調整 例如說我在打腳本啊 一些文書處理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用60Hz運行 那我想要看影片啊 或刷網頁的時候啊 那其實就可以切換到90Hz 以使用情境去做調整 也可以達到比較好的續航 我覺得這一點真的很棒 另外呢它也是一塊觸控螢幕 它支援10點的觸控 都蠻方便使用的 在影音娛樂體驗方面呢 這款螢幕還可以搭配四喇叭 我覺得喇叭的表現也是蠻驚艷的 所以螢幕體驗下來啊 我很喜歡 那窄邊框真的就是舒爽 我有拿這款筆電來剪片啊 挑選照片啊 人像或產品色彩表現 也都相當接近真實 真心要給一些建議的話 我覺得下一代的螢幕亮度啊 可以再更高一點 過去一年啊 大家可能會蠻有感的就是 線上會議或視訊會議 所以我自己其實也越來越在意筆電 視訊會議的效果啊 或是通話的收音表現 那這一代有一個亮點功能呢 我覺得算是跟其他筆電比較不同的 是除了觸控板的下方啊 它有四個的隱藏式的麥克風 但是它還有一個加分功能 就是當你插上3.5mm耳機的時候 你使用通訊軟體啊 撥打語音或視訊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的觸發啟動AI降噪 或去增強你的主角人聲 並大幅的去降低背景的雜音 達到一個靜密通話的效果 那我們就實測一段給大家看 就真的是在大馬路邊喔 很酷吧 但我聽不到車子的聲音 我聽不到車子的聲音 完全聽不到嗎 完全沒有 喔喔喔 但我旁邊認真都是車隨馬的 可能現在有點過曝看不出來 對 但很安靜 真的很安靜欸 所以我現在聽起來會滿像在室內 對 跟你講話 對 好真的喔 所以以後如果要就是跟老闆開後 在外面應該也不會被發現 內部14S呢搭載是intel i7 11370H 標壓的CPU 比較特別的是它可以在插電的使用下 用一個快捷的鍵是FN加P 去切換成效能模式 就是進行45W的高功率輸出 那目前市面上大家去比較一下 其實有滿多比進行電腦的最高 只能做到20W的功率輸出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去觀察比較一下 那我通常呢 會在要是讀檔啊 算檔啊 剪輯的時候來做效能的切換 所以整體來說 不管在開機速度啊 大量讀檔啊 運算 4K影片等等 我覺得都可以看出非常具有效能的表現 那這段時間其實我用這台電腦呢 完成我這支影片的腳本 所以我在打腳本的時候啊 認真覺得這一款的鍵盤手感相當的棒 它是1.5mm的高鍵程鍵盤 如果你有去比較 會比一般的輕薄筆電的鍵程來的高 那有一個Soft Landing緩衝設計的專利 這個名稱我覺得聽聽就好 但是重點就是打字它回彈的手感 其實真的蠻舒服的 這個就是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另外呢它的電源鍵也有結合指紋辨識 解鎖的速度相當的快 然後也有支援人臉辨識 連接部方面呢 其實除了基本的Type-CE的USB 另外就是還有HDMI孔 我覺得也是相對蠻加分的 那對我來說 我覺得稍微少了一個記憶卡插槽 因為記憶卡我用來傳檔案 其實真的還蠻常用的 筆電買來的時候 會配給你一顆65W的快充筒 我們先放官方的數據給大家參考 筆電的電量是60W小時 它在播放1080P的影片的時候 可以用13個小時 那大概11個小時的續航 那我自己的實測呢 數據還有充電也給大家參考 國越老啊除了臉上的皺紋 可能會變多之外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跟我一樣 就是我身邊的3C產品也越來越多了 因為我自己是這樣啦 畢竟也是靠這行吃飯 特別在工作上啊 其實就很講求高效率 就是你裝置跟裝置之間 能不能很快速的互聯使用啊 或傳輸檔案 我覺得這真的太重要了 那Megu 14S呢 一樣支援非常多種的設備互聯 例如像是他們自家的平板啊 顯示器啊跟自家的耳機啊 就可以一開就跳出配對連線的通知 我超級喜歡這種隨開就是隨用的感覺 那搭配華為平板Megpad 11來使用的話 我覺得它也可以非常直覺的 做到雙裝置的多工應用 那你在這個電腦上啊 透過一個PC Manager 連接 你就可以快速切換三種模式 第一個是鏡像模式 就是PC的畫面投到平板上 今天如果我要拿腳本啊 或設計圖啊 給我的同事或客戶看 我覺得這會是一個蠻不錯的模式 那我可以直接在PC上面做修改 那如果平板呢 其實可以搭配觸控筆的話 也可以變成一個手繪版 那第二個呢 我很喜歡的是擴展模式 就是我們很常會使用到的 叫做雙螢幕的應用 所以我的滑鼠啊可以在兩個螢幕間自由的移動 那這個也是我自己最常使用到的情境 像是我可以一邊開我的腳本 那可能一邊剪輯 或一邊進行修圖等等 或是現在for學生來說啊 你也可以一邊看線上教學影片 一邊做筆記 視野跟視窗都會更好的利用 那第三個呢叫做共用模式 我覺得也是非常的厲害 就是雙裝置間的檔案呢 可以互傳 例如說我今天從平板可能拍了一段影片 馬上想用 或者是我的電腦腳本想要丟到平板裡面 我開啟這個共用模式呢 用滑鼠一拉就過去了 真的非常的直覺 如果未來啊 我有機會擁有自己的辦公室的話 我一定要找一個 高顏值的電腦螢幕或是桌機 那今天這支影片應該有不少目光 會被後面這塊螢幕吸走吧 簡單帶大家看一下 這是華為的最高階的顯示器 它是MateView 那首先最吸睛的 我覺得應該也是它的超窄邊框 它是94%的螢幕佔比 那在設計上啊它的螢幕和主機板是分離的 所以它有打造出一個非常 千薄的鋁合金機身 和一個很簡潔的背部 非常的漂亮 那厚度呢就不到一公分 我最喜歡的就是它一隻手指頭 就可以很靈活的調整螢幕的升降高度 和撫養的角度 螢幕下方呢 它有一個觸控式的Smart Bar 就是可以切換訊號源啊 音量啊 螢幕亮度等等或設定 都可以在下面做操作 一切都是這麼的優雅 同樣可以看到呢 它也是一個3比2的顯示比例 所以它還比傳統的16比97 其實多出了20%的可視範圍 這一塊螢幕針對像是色域啊 和色彩標準上呢 其實有做一個比較高的設定 所以特別是針對像是一些視覺設計啊 或影像編輯的用戶來打造的 這一塊螢幕我覺得跟其他產品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是它可以做到無線投影 而且是不分廠牌的 Windows PC 都可以投影到華為的Mainview 那最高可以運行到2K的畫質 比較特別的設計是 它讓你在一邊投影的時候 其實你還可以一邊幫你投影的筆電來進行充電 而且最高可以支援65W的充電 我過去其實沒有長期使用過華為的筆電 但是一直對他們家有個技術 非常的有印象 叫做一碰傳 就是華為的手機啊 放在筆電上啊 透過NFC的技術就可以實現無線傳輸 其實非常的快速 然後也很驚豔 那雖然目前啊 華為的新手機並沒有在台灣販售 但是完全其實可以感受得出 品牌在建立自己家的生態系的一個企圖型 那我自己啦 如果要說會喜歡蘋果的產品的一個原因 就是蘋果其實也一直都有非常強的生態系 例如蘋果手機傳輸檔案給筆電啊 或平板啊 有AirDrop的技術 那配對耳機啊 也可以快速連接等等 這部分其實就是Windows PC陣營呢 其實比較缺乏的 但是MacBook 14S 和自家的耳機彈框配對的提醒啦 或是和平板多頻協同 其實可以看出跟蘋果一樣 都有在筆電跟其他裝置之間的一個 無線傳接的功能下了一點功夫 所以產品的生態系的成熟度呢 整體來說我覺得是很加分的 而且啊 帶他們這三個裝置出門 我可以共用一個Type-C充電 我覺得這也是意外的一個小優點 所以綜合以上呢 加上音頻本身的CPU啊 高畫質的窄邊框螢幕啊 還有90Hz的更新率 我覺得MacBook 14S 從生產力方面來看 我覺得確實是一款 蠻有競爭力的PC選擇 以上呢 就是今天兩款產品的評測 希望大家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就給我們為喜歡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對於產品有什麼問題 當然呢 想要加入我的團隊的話 也歡迎 記錄力道的信箱 可以一起工作 不過沒有每個人標配一台 這麼棒的螢幕啊 還要再努力一下 好嗎 那我是韻語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要不要放一下我那個真實辦公做的 對比沒有這麼好漂亮 哈哈哈 掰掰 掰掰